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自身50倍的火属性傷害 100倍看起來是蠻多的 而且搭配埃及的部分 可以做一個很大幅度的傷害 看起來是蠻強的 可是跟各位報告 其實在現階段的話 這張卡牌的主動技 已經是沒什麼用處的一個技能 為什麼 CD8 CD8 100倍 我們簡單來講是可以打 141500的傷害 141500的傷害 來給各位看一下 這張永逸耀刃鱷魯 現在現階段搭配埃及最好用的職商的話 應該是機械組的這系列 如果你是以這個海盜王的種族來看 因為我們埃及搭配他 搭配他也不會是同樣的種族 所以種族我認為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 就是你要解種族成就的話 那全光的話 我會選擇永逸奧刃鱷魯 可以看到我還沒練滿技喔 可是他滿技的話 他是CD5 所以簡單來講 惡魯的部分 CD比他短 但是他可以達到160萬 注意喔 160萬自身光屬性傷害 剛才那張只有十幾萬而已耶 剛才那張只有14萬多而已 141500 所以基本上是 懶的逼給退有沒有 懶的逼給退 所以職商的部分 我認為已經是不考慮了 CD比較長 傷害也比較低 所以不考慮 那 隊長技能的話 富饒之約光 主要是看這個 戰鬥中所獲得金幣 可能增加50% 如果你沒有增加金幣的卡牌的話 那就有需要刷了 增加金幣卡牌 自己看一下喔 目前我 我手頭上來 例如說我有這個 金貝貝 但是他是75% 注意喔他75% 這張卡牌 兩個都可疊加 但是這個只有50%而已 金貝貝的話 我的部分是75% 或者你看你有沒有這個 服務獸也是75% 那更退的球技之的話 可能是你有沒有恐龍王 都是一些舊的卡牌 所以如果你沒有刷金幣的卡的話 是可以刷一張 不用滿技 因為進關之後 直接就拿來打了 他不需要滿技 技能已經我剛講的 沒有什麼用處了 瞭解嗎 所以這張卡牌 就是在你吃傷的話 我已經不考慮了 那如果刷金幣的話 你本身沒有的話 就刷一張就好 連滿技都不需要 OK 好 那如果有問題 或者有疑問的話 歡迎在留言下方告訴我 我是平平百姓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咱們下次見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